和老同学也请你休息一下的感觉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亲爱的热爱的一些花絮 我们两次基本上是在昨天 也没有所谓的休息日 那我们就明天赶紧自己抽空 试试掉啊 熟记下一场戏要拍的台词 再有时间的话就互相 去搜索一下父亲有什么好吃的 互相买给彼此 很快乐地把这个戏拍完